为什么饭店里做出来的素烧萝卜就是那么的好吃 那今天铁头专门去搞了一块 不用钱的猪皮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做法 首先我们来把这猪皮给它烧一下 这样才能最有效的把它的心烧味给它去掉 烧掉猪毛后我们再给它刮洗一下 刮洗干净的猪皮 我们先冷水下锅给它焯一下水 放点葱姜进去 再来点吊酒 水开给它煮上两分钟就可 趁这个时间我们把萝卜皮给它去掉 今天这个萝卜是我张母娘昨天送过来的 我们家乡这边种的萝卜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子的 表皮是很花的 但是它特别的甜 切好皮后我们把萝卜给它冲洗一下 再用刀把它切成小一点的滚刀块 不用太大 这猪皮也已经焯熬水了 我们把它夹出来拿去切一下 这肥油不多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如果肥油多的话我们不要把它剃掉 好把它切成小圈 切少许的姜片 把锅烧热淋点油进去 倒入猪皮 然后加少许的冰糖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小火给它慢慢翻炒 把它表皮炒至有点焦黄来 给它烹上少许的料酒去腥 炒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把姜片一起放进去翻炒 好 这猪皮炒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往里面加入清水 好 现在我们往里面加点老抽进去 把这个汤水给它熬至浓稠 烧开后我们把锅盖盖上 转中火给它熬十分钟左右 好 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这汁水已经变浓稠了 把火关掉 我们拿个漏网把汁水转到砂锅中 我们在家里自己做来吃 也可以把猪皮一起放进去包的 起锅烧水我们往里面加点盐 这个萝卜我们用盐水给它煮一下 去掉它的辛辣味 水再次烧开后给它煮上三五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直接转到砂锅中 接着往里面加点生抽就可以了 把锅盖盖上 转中小火给它煮十分钟 把它煮至软烂入味 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们拿筷子给它穿透一下 能轻松穿透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火调大 把汁水稍微再收浓一点就可以了 汁水收浓一点 它会更入味一些 满是椒原蛋白 包出来的萝卜想不好吃都难了 好可以关火了 给它奶上少许的香菜水 这份比肉还要好吃的速烧萝卜就做好了 入味软烂肉香十足啊 连带汁水都可以用来拌饭哦 美味就是这么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了 好看 好看